好 回到节目继续来关心总统大选 国民党方面2024的总统人选 现在还迟迟未定 大家都在等待的是最强母鸡 这个侯友宜 她到底什么时候要宣布要表态呢 这个被征召 各界是引颈期盼 还是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呢 先来看看各界不同的看见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就说侯友宜在一个月之内 如果还不出招的话 那么她的人设将会崩坏 现在已经受伤很重了 如果不能够及时调整回来 那么侯友宜断定她就要出局了 台北市议员徐晓星则说 如果侯友宜能够把议题打热 怎么样在议题创造 气势冲出来呢 支持者自然就会回笼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自身媒体人董自身则是表示说 蓝军唯一可能会打赢选战的 那就是超强母鸡侯友宜了 至于像已经表态要来角逐的郭台铭 如果真的被国民党提名的话 他认为 董自身认为是百分之百是不会当选的 而沈大佬这个前立委沈富雄呢 他说侯友宜如果想赢得大选的话 就必须要做两件事情 要有很强的这个选举团队 强调老百姓愿意听的话 而且还要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不过选举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timing一过了 可能你要再拉回来不容易 所以请教施董事说 目前您看这个国民党 我们现在看国民党中央 还有包括侯友宜本人 他们俩主被动的关系怎么观察 我觉得我看起来 虽然说这两边都有 我曾经共事的长官 可是对我来讲我看起来也是姆萨萨 我只能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了解的侯友宜市长 他有他自己的个性 他是做事非常有策略有方法的人 比如说新北有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是那个温子郡违建的问题 那里面有上千家的违建工厂 可是温子郡整个要开发上千家违建工厂 你这个迁移或者拆除的问题 你会影响到上万个几万个工人的生计的问题 还有地处的权益 这些业者的问题等等 你看他在四年期间 干净利落的问题处理的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市政问题 他举重若亲 所以他是做事有策略有方法 可是又他又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不是外界如何怎样的一个劝劲 他就会依照大家期待的步调 不随风起舞 对 他是不随波起舞的人 那我觉得国民党中央方面 已经把各方面该做的都做了 我觉得从大概两个月开始 国民党中央一些高层 持续地对媒体释放了一些讯息 然后谈到未来的游戏规则 可能会打造 我觉得就是很积极地做求给侯友宜 那为什么两边都还合不拢呢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可能 就是说侯友宜这边还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定 还是说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定 但是他相当胸有成竹地认为说 他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发动时机 民调数字来看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就引用了最新就是关键调查 他们的民调再给大家看了一下 目前绿营方面还是领先了 那绿营方面现在已经是定于一尊了 也就是赖清德 这个所以现在在暂时大幅领先的情况之下 大概都有差到10个百分点左右 文家老师怎么解读 目前民进党看侯友宜出来 还有包括就算董志森说郭出来 是百分之百不会当选 但是应该也在民进党想定的对手之列吧 我想民进党的策略呢 其实就是如果说套一句 这个老公讲的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他现在主要打的当然是侯友宜 显了意见他是主要敌人 所以你看这个郭台铭在4月份 他不是宣布说参选吗 其实民进党都没有资深 都不出声 因为其实说真的 他当然什么时候呢 如果说政治郭台铭出现 他才会出声 才会去打 所以他现在 我看郭台铭是次要敌人 所以你看连这个小董 他就认为说这个郭台铭就出来 不会这个百分之百 对比较多 所以我看起来 其实郭台铭他本身 不管是在政治上 或是说他可能在一个部分上 就是可能嗜财奥物 可能财大器 但是有时候 其实虽然美国 他虽然是自他 但是是一个商人 如果说是中国 其实对他 这个和平其实也对他蛮礼欲的 因为毕竟他在大陆有做生意 此外其实他整个一个在财经面 这个财经界其实也很有声望 其实很多人也看中他的钱财 所以看起来这民营党他既然是一个 我们认为说民营党从以前到 都是一个选举政大 所以我们看民营党他的对一个 就对手 这个敌对阵营 他推出人选 他显了意见 现在看出来 他对侯友宇你看 捷径百般去打击 但是郭台铭他知识不提 那这样的状况我是这么认为 其实现在国民党 就民营党的主要的敌人 还是在侯友宜 其实现在大家在看 就是说侯友宜还是不动如山 然后一直不断的强调中华民国 那我继续请教Ross 因为现在比较急的 应该是国民党党中央才对 但对于蓝营的支持者声音来讲 他们的声音应该是说 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国民党就是这样 四年前就知道 今年就会 就要选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弄得这么复杂 你给民进党 就是任何民主国家政治 就是这样你给你的对手 那这次对手是民进党 你给他们这么多时间设计 他们会怎么对付你 应对你的时间 所以我相信 好 假设侯友宜最后宣布 他要参选 然后被征召了 那每个民进党已经有这么多时间 可以准备他们的攻击 炮整理匣了 对 他们很快就会出来 这些相对应的策略 对 对 所以 国民党这样做选顺就越来越难了 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变数也加入 就是马前总统访路之后 带来的说九二共识又活过来了 但是我跟大家简单地说明 他现在讲这个对外三地原则 Democracy, Defense, Defrost 那就是善化民主 善化国防 降低第一 那本来国民党的主张是2D 2D 民主 Defense 对 民主跟国防 对 那2D怎么变成三地 2D 有朱立伦的2D 还有这个江启臣的2D 所以是有朱2D 现在是后3D嘛 现在大家讲2D 2D 然后现在又变成一个新的3D 这是侯友宜的最新3D 那这样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用英文的方式 不管是2D或3D 他们要就是国民党的很重要的 要做的是让美国很安心 如果国民党选上美国可以接受 甚至他们希望在这个选举期间 美国会出来说 国民党选国民党好 民进党好 美国都会配合 这是国民党的梦 3D会不会安心 No 我们外国人不会懂 你到底是什么 Defense 金元中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针对九二共识的立场 好有疑似强调 因为大家也在想说两岸要不要有一个清楚的论述 他一直强调是说保卫中华民国 然后呢尊重九二共识 认同搁置争议和求同存异的精神 他是支持是尊重 但是也有人就见风查真说 这个尊重并不代表是支持 是不是有一个伏笔 那所以对侯的阵营来说 如何去评估现在这个新的变数 九二共识对于选情的利跟弊 九二共识之前 其实按照民进党的解读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嘛 而且那时候有反送中这样的一个背景 造成2020年那个选举 这个小英一面倒的这个胜利 当然这次这个马英九去访中 九二共识好像又有不同的意涵 又有这个解读的空间 但我认为就这个侯友宜来讲 他还是需要观察 特别是最近一连串的情势 他的情势是滚动性的变化 比如这三天的这个围台军演 是不是让大家勾起到两岸没有对话 哇就很危险 你看战争随时来 那另外还有国际大环境 俄乌战争未来持续 会不会这个相关的这个战场的情势 让台湾的老百姓 哇发现战争真的很可怕 你看大规模的破坏 因此两岸这个情势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对话 降低战争的风险 因此我认为既有他九二共识 怎么去包装 怎么去说服老百姓 但也有两岸和国际间 相关情势滚动性的一个变化 因此就侯友宜来讲 我认为他还没有看清纯 这个精纯的研判出 台湾老百姓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而且以侯友宜比较保守的个性 我认为他还需要一些时间 再看清楚他的路线和相关的效应 再决定九二共识 我们要怎么去包装 还有怎么去处理这个论述的问题 对 因为我这两天也看到 有一些外界不同的砍法 就是说特别针对九二共识 我请教施董 九二共识一般的老百姓 他可能似懂非懂 不要说是一般老百姓的 就连可能很多的这种政治人物 可能在解读九二共识上面 都每个人一把号 然后各吹各的掉 所以基本上应该让选民是不是 就国民党的策略来讲 应该是不是让选民最了解 什么是国民党 现在要处理在两岸关系上的 我觉得要把九二共识说明白 会非常非常的费力 因为一般人对九二共识 就是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那九二共识的权势权 说实在国民党失去了 是抓在中共跟民进党的时候 那中共跟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讲法 基本上逻辑是很像的 那其实国民党坚持的九二共识 就是说跟老共之间 有共识的地方 也有没有共识的地方 没有共识的地方 就是我们认为一中还是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或者别人介绍一下